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这么说呢 来看一下盘中的零距离1.0 如何看得懂行情 如何做得对动作 尤其大盘的行情如同1.0 在早盘开盘之前的预期 先拉回 拉回测试五日均线之后 形成了支撑 但是缩量拉回的过程当中 14678 随即有低接的买盘 布局来去做承接 而且今天是月底 11月份的最后一天 那刚好是MSCI调整的日子 MSCI调整日子 尾盘会有变化 所以今天低开走高大涨 而且在盘中的过程当中 1.0还特别告诉大家 要观察能不能够越过 11月25号的高点 14835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越过去 有越过去 低开走高大涨白点 1.0想问的是 你赚到钱了吗 你跟上1.0的盘中指令 坐在轿子上 等着别人帮我们抬脚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当你看得懂行情的时候 你就能够做得对动作 因为11月中旬之后 没有来不及进场的时机 只有抓不对新的主流 新的脉动的人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今天拉回来逢低进场 来去做低接 因为在昨天 大盘低开过程的 大盘大跌白点的过程当中 我们是逢低成接 我们是大买股票 尤其在大跌的时候 你在担心 你在害怕 1.0也在最重要的时刻点 伸出我的双手 来告诉你 大跌就是低接的机会 大跌就是你买股票的时机 那我有没有带领我们的家里 这么做 我就是这样子做的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 在昨天大盘早盘先低开白点的过程 我告诉你反市场的操作 我告诉你跟上我盘中的指令 因为这个行情根本还没结束 所以当你看得懂得只够 你知道大盘 今天是收月K线 从月K线的角度 形成了大藏口 这个叫做刚刚开始而已 行情才刚刚开始而已 任何的拉回来都要跟上1.0 盘中的布局 因为12629 你还在担心 你还在观望 你还被空头的一个企业来去做压抑 但是任何的拉回来1.0都告诉你 它是一个好股票低接的机会 然而要买什么股票 台湾工研院产业分析师出来的1.0 我会从零融123的操盘法 兼具的基本面 技术面 筹码面 面面俱到的 帮我们的家人 掌握到这一波最最亮眼的那一颗星 哪一颗星呢 就是4979的华星光 华星光今天再度的亮灯供掌停板 昨天供掌停 今天再来一灯掌停 你可以发现到 连续两天供上掌停板 也恭喜我们的您家族家人 早就坐在轿子上 等着别人帮我们抬轿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操盘的真实力 这个叫做一买就能够赚钱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明天1.0会有东升的盘中连线 11点25分到11点38分 记得把这一张图卡照一下 那然而1.0的股市1.0许丽 YouTube频道 来 大家要记得 订阅 分享 按赞 开启小铃铛 给大家看仔细一点哦 记得 订阅 分享 按赞 开启小铃铛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因为1.0这么优质的频道 需要靠你 需要靠他 需要靠大家的一个帮忙 才能够达到4000人的订阅数 只要来到4000人的订阅数 1.0会给你神秘的大铃 而且1.0说到做到 所以先阶段 拿起手机 1.0的股市1.0许丽丽丽 YouTube频道 欢迎你订阅 分享 按赞 开启小铃铛 也谢谢我们所有 李宁家族和家人 对1.0的支持 然而 现阶段 除了订阅1.0的股市 1.0许玉玲YouTube频道之外 更重要是 跟上1.0盘中的指令 来我们来看一下 除了在1.0的股市 1.0许玉玲YouTube频道 来订阅分享按赞之外 记得还没加入1.0的Lite8的人 在1.0的Lite8搜寻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为什么那么重要 因为1.0会有全市场独一无二的 盘前抢先报也好 或者是盘中的零距零 让你能够先知先觉 掌握住开盘之前盘中的操盘先机 都在1.0的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Are you ready?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迎接12月份的一个大转的行情 1.0早就准备好了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华金光 天边最亮眼的那一道星 天边最亮眼的那一道光 就在我们林家族的家人手上 华金光再度攻上涨停板 再度的一个起标 下一档标的谁能够复制? 华金光第二 下一档标的在哪里? 都在1.0的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那当然今天资金有来去做挪移 在挪移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轮到了特化 是不是轮到了元宇宙 而这些股票 哪些股票 拉回来是你的机会 都在节目当中与大家分享 今天是11月30号 也是月底的最后一天 月底的最后一天 1.0 月底的大优惠 一定要立刻即刻好好的把握 因为1.0 要带你买在起涨之前 而且买完之后 就能够享受坐轿的乐趣 就如同华金光 我们买完之后 一根涨停 两根涨停 准备开始起涨 所以这个就是1.0 掌握住盘面主流 掌握住盘面起涨的关键 那然而 在今天大盘拉回来的过程当中 你在做什么? 我们在低接好的股票 尤其今天是MSCI的调整 尾盘会出现大变化 所以低开走高形成了大涨 而且盘中又越过了 1.0跟大家讲的14835 所以大盘月K线级别 形成长红K棒之后 开始启动年底 做这样行情 所以从现在开始到年底 赚钱的机会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跟着1.0一起布局 明年的好的股票 新的股票 全新的标的 带你买在起涨之时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万事之后 请你跟着1.0 一档接着一档股票大赚 既高利 欣欣 雷股 精锐 这些股票 我们大赚最好赚的价差空间之够 年底的资金行情来了 赚钱要比速度 强快做对 你就能够赢 重点是 感谢你 感谢大家 好评如潮 最后的加码厂 限额888的专案 加正88天 非常非常多 领零的加入家人 已经加入的行列 那加码 记得本周加码再胜 清代索码标股一档 填表 尤其是在1.0的Lite 8 当中填写表单 专属限定的索码标股一档 名额有限 你手脚务必要快加快 所以让我用最短的时间 帮你创造出最大的利润空间 就如同保龄附井 在起涨之前 我带你提前布局 在起涨之前 我带你提前卡位 我们大赚最好赚的利润之外 把最好赚的利润 放在口袋当中 保龄附井也好 华星光也好 我们都是在起涨的时候 逢你买进 所以现阶段听好 想赚的请你跟上我 想大赚的 想逆转胜的 一定要跟上我 为什么 因为年底逆转胜 就要靠他咯 尤其这档标的 横跨车用 航泰半导体的测试 法人逢低布局买进 而且WD成型 对称满足的上涨几率 高达了一个100% 重点是对称满足 上涨的幅度将近三成 而且一点你要带你 在起涨之前提前卡位 在起涨之前提前布局 就如同保龄附井 就如同华星光一样 带你逆转胜 带你一档赚完再赚一档 都在今天的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好的 那当然今天一开始要先跟大家讲 什么股票 大户主力已经站在逢高获利的卖方 尤其军工股 我昨天是全市场唯一的老师告诉你 军工股不要乱追 尤其在高档爆大量的时购 我们来看一下1584 1584的一个金刚 今天是你追价的时间点吗 今天是你追价的位阶吗 当然不是 因为今天26.35形成空方量一点高盘 大户主力逢高站在获利调节的卖方 甚至8222的一个保一 在35.7形成空方量一点高盘 今天的大户主力也把获利资金逢高卖出 甚至像是1474的一个像是家喻的这一档标的一个个股 来我们来看一下1417 1417的一个家喻 从日K线级别的角度形成了一点高盘空方量 17块钱不是让你追的 17块钱是让你低档有买的人逢高先赚钱落贷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低买 这个叫做高卖 这个叫做油买有卖赚钱放在口袋 所以军工的获利资金 果然高档获利卖出之够 转进了哪里 转进了网通 转进了光通讯 尤其林涨股的华星光 昨天亮灯个涨停 今天再来一根涨停 连续三天三支涨停办 恭喜我们李林佳作家人 就在起涨的时候提前卡位 就在起涨的时候再度做教 我们再次的在起涨之前坐在轿子上 等着别人帮我们抬脚 也恭喜我们李林佳作家人 掌握住起涨的位阶 就能够掌握住最佳的操作利润 所以华星光在11月28号 为我们公开的邀请你 越开一线级别形成上升三法 操作要懂得反市场 请你跟上我布局的时间点 为我们这么说 为我们这么做 来请你看VCR就像华星光 越K线级别形成上升三法 操作要懂得反市场的操作 量缩拉过来跟上1.0切入的布局 今天的华星光 早盘直接勾上涨停板 再来一根涨停板 而且连续三天三支的涨停板 很多人都说1.0你真的快很准 而且我是布局在起涨之前 事先来告诉大家 这一档标的是光通讯的临涨股 掌握到起涨的实购 掌握到起涨的讯号 你就能够掌握到它最好赚的价差空间 因为这档标的 它也算N字形突破债工的股票 所以我们恭喜我们李宁家族的家人 早就坐在轿子上 等着别人帮我们抬轿 那更重要的是华星光 美国的业绩是稳定的成长 在稳定成长之余 今年的业绩会再度的拉升 而且产品也成功的打入一线的通讯大涨 股价形成量增价涨 而且后续的涨势值得期待 获利持股续报 这个是昨天的讯息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 今天华星光再度的攻上涨停板 连续两天两支涨停 你不要怀疑 这个就是1.0的真实力 这个就是1.0的跟增功夫 光通讯的临涨股 华星光最亮眼的那一道光 就在1.0的口袋名单当中 今天的华星光再度的攻上涨停板 我们又再次的坐在轿子上 等着别人帮我们抬轿 昨天以筹码的角度 投信跟外资同步的帮我们抬轿 我们是在起掌之前提前卡位 我们是在起掌之前提前布局 而且我们买完之够 法人纷纷的帮我们抬轿 这个就是1.0超盘的真实力 再度的掌握到华星光最亮眼的上涨走势 所以相信你就能够看见 掌停板 掌停板就是你的 恭喜我们你宁家作家人 在华星光起上之前 提前卡位 提前坐脚 又再次坐在轿子上 等着别人帮我们抬轿 所以现阶段听好 把你的热情分享给1.0 把你的热情传递给1.0 因为1.0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 进华星光之后 你想不想找到第二档 华星光第二 所以务必要加入一点的LightIt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加入之后 记得给1.0一个爱的贴图 给1.0一个笑脸爱的贴图 甚至留下你的姓名跟电话 有任何持股的问题都可以在1.0的LightIt 填写表单 1.0会把最好最棒的东西 第一手的资讯传递给你 这样说好不好呢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的爱戴 不要潜水 不要沉默 把你的热情传递给我 记得给我一个贴图 记得告诉我你的姓名跟电话 甚至有任何持股的问题 都欢迎你在LightIt里面填写表单 我会把最好的都给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爱的支持 好的 那当然 其实在股票市场 它是一个无声的战场 股票市场它是实战的操作 更重要的是 我们在盘面里面 怎么去找到滑星光 这样子的起涨的标的 玲珑123 可以做你财富的靠山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进滑星光之后 你可以发现到月峰 它是受用于车用伺服器的需求 非常强劲 从周K线级别的角度 圆弧体成型 亮缩拉回来跟上1.0切入的布局 甚至像是星际 工业电脑的 而且独吞了电商ARM的大单 而且在周K线级别的角度 W体成型 景线附近 要懂得反市场的操作 要懂得买K不买红 亮缩拉回来跟上1.0切入的机会 甚至像是高零 高零的这一档标的解封的受惠 现阶段女人的钱最好战 精品的商品的一个商机 是非常非常大的 从周K线级别的角度 一行二阳 多方再起 亮缩拉回来跟上1.0 买一点的布局 甚至像是光环 它是光通讯元件的 在中国政策风控 有望慢慢松解的一个情况之下 再加上缺料缓解的情况之下 打出了双脚多吞多方吞噬 而且操作要懂得反市场 亮缩拉回来跟上1.0买一点的布局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其实在解封受惠的概念股当中 精华它是零涨股之一 从越K线的角度里面 低点越跌越高 形成上升的三法 但是要懂得操作的反市场 亮缩拉回来跟上1.0买点切入的机会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即华星光昨天涨停今天涨停 连续三天攻上涨停板之后 谁能够掌握到最亮眼的那一颗星 今天的玉楼又再度的游黑翻红 为什么玉楼能够这么强 重点是当它在10月21号起涨的时候 1.0是如何事先掌握 1.0是如何事先告知 来请你看VCR 我认为是要看外资 看外资 对 因为我发现到这一波的玉楼 外资它还是卖超大过于买超 所以如果 因为我们今天录影的时间 还没有看到 放板看到外资的卖超 那如果这一次今天爆大量的前提 外资有开始逢低来去做买进的话 我认为接下来下周 玉楼可能会有一个后续攻高的走势 今天的玉楼形成了震荡电高 但是这个位阶是不是让你追价的时候 当然不是 因为从筹码的角度里面 70块钱以上大户主力是逢高 站在卖方 但是如果你是做短线操作的家人 请你记得用五日均线来当做你的多方的防守 五日均线收盘跌破 大量跌破 就要全数的获利卖出 所以当10月21号1.0掌握到玉楼的起涨的点位 玉楼告诉你 这一档标的 它是一档集团加持的个股 也是一档车用相关的个股 跟上1.0盘中拉回来布局的机会 当时候的玉楼还在四字头 当时候玉楼没有人告诉你他的好 但是1.0从四字头掌握到五字头的上涨幅度 再从五字头掌握到六字头的上涨空间 那在昨天大涨到七字头的使购 挺好 这个位阶不是空手人盲目追价的使购 因为股票市场有一句话 会买的是徒弟 会卖的是师傅 但是又会低买 又会高卖的是谁 那就是1.0 我认为玉楼最好赚的就在现阶段 所以要把最好赚的交叉空间 放在口袋当中 一档赚完再赚一档 所以当你错过了华星光 当你错过了玉楼 你一定要知道 为什么1.0总是能够掌握到盘面的动向 就如同华星光 为什么今天成为股票市场最亮眼的那一道光 因为网通的需求是非常热的 它切入了台美的市场客户是有成 从北美的业绩来看的话 是最突出 营收占比是高达67% 前三季又赚了1.36元 所以去年是亏的 但是今年由亏转赢 所以我们也恭喜我们李宁家族的家人 当你掌握住起掌的位阶 当你掌握在起掌之前 就能够再一次的坐在轿子上 等别人帮我们抬轿 所以华星光 再一次恭喜我们李宁家族的家人 再度的掌停再度的亮灯再次的坐轿 等待别人帮我们抬轿 这个就是1.0 玲珑123操盘法的真实力 所以听好 如果你想要掌握住接下来的起掌位阶 因为1.0已经跟公司申请了非常非常大的优惠 今天你只要是李宁家族家人 办好升级续约的通通试用 马上询问1.0团队的专员 现阶段手脚一定要快 因为1.0有一档独家的私房股 要送给我们李宁家族的家人 记得跟上1.0盘中的指令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看懂行情做对动作 我们李宁家族的家人非常可爱 新近的家人也好 或者是一直加入1.0李宁家族的家人也好 像是新近的家人说 我是11月23号进来的 第一次跟着1.0进场买进 两只股票连续的攻上涨停板 明明老师真的好开心 加入1.0的行列之六 手中的股票终于开始赚钱 所以看得懂行情做得对动作 你就能够成为股票市场的最大赢家 所以相信你就能够看见 涨停板就是你的 华星光的这档标的 连续三天攻上涨停板 恭喜李宁家族的家人 在起涨之前提前卡位 在起涨之前提前坐轿 又再次坐在轿子上 等着别人帮我们抬轿 那万事之后 如何跟着1.0一档接着一档股票大赚 既高利既新兴既雷虎既精卫之后 年底的资金行情来了 赚钱要比速度 抢快做对你就能够赢 重点是感恩好评 感谢有你 最后的加码场 限额888的赚案 加码在正88天 手脚一定要快 因为今天填好表单 专属限定的一个清代锁码标股 名额有限 手脚一定要快 因为让我用最短的时间 帮你创造出最大的利润空间 就像保龄附近 就像华星光 在起涨之前我们提前卡位 大赚最好赚的一段 所以想赚请你跟上我 想要大赚 赢你务必要跟上我 所以让我代你年底逆转胜 这一档标的在起涨之前1.0会带你提前卡位 法人逢低布局W底成型 对称满足的上涨上涨的一个幅度 相当于三成的幅度 让我在起涨之前带你提前卡位 带你提前布局 让你年底逆转胜1.0做得到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继华星光大涨之后 一定要注意到光学元宇宙 谁是你接下来的机会 我们来看一下联谊光 联谊光的这档标的 为什么今天 既华星光之外 今天联谊光再度的攻上涨停板 再创近期的新高 那当然11月1号1.0 有没有在节目当中 事先透过零柔123的操盘法 来告诉你操作的思路 以及操作的策略 请你看MISSIA 联谊光 联谊光算是汽车标配的 在技术线形打出了右脚 形成的低不破低 但是美中不足的是什么 美中不足的是量能不够 在量能不够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观察一个非常重要的讯号 带亮突破粘线才是多方转强的关键 空手的人急掌不追高 但是量缩拉回跟上1.0盘中切入的角度 今天的联谊光早盘直接攻上掌停板 再度的亮灯掌停 而且是属于一个跳空开高的走势 在11月1号的时候 1.0在它还没起掌的时候 事先的公开告诉你这一档标的 它的好它的价值所在 今天再度的形成了盘面的焦点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掌握在起掌的位阶 这些就能够掌握到最佳的时刻 然而光学的联谊光跟掌停之外 元宇宙的动向在哪里 要特别去注意到像是滑驯 做日K线级别的角度里面 拉回来前提不破 等待亮出转折 亮缩拉回来跟上1.0切入的机会 甚至像是位数 元宇宙相关的概念股 上升三把多方续扬 操作要懂得反市场 亮缩拉回来跟上1.0买点的布局 甚至像是建达 在威盛集团的加持之下 亮增突破下降压力线 等待亮出转折 亮缩拉回来跟上1.0买点的布局 甚至像是万载 多方缺口不补 多方续扬 亮缩拉回来跟上1.0买点的切入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就像半导体相关的个股旺系 旺系在拉回来的过程当中 我告诉你它是机会 我告诉你它是买点 我有没有这么说 我有没有这么做 来请你看VCR 今天的旺系盘中形成了拉回来 在拉回来的过程当中 第一个解释一下 拉回是不是缩量 是的 在拉回缩量支撑有手的情况之下 拉回缩量就是要找 股票低接布局的机会 今天的旺系大涨 而且一度的亮跟功上涨停板 尤其在它拉回来的过程当中 你绝对看不到它的价值 你绝对看不到它的好 但是1.0深入产业的动向 可以告诉你拉回来是机会 拉回来是买点 今天的旺系亮灯攻上涨停板 所以我才会告诉你 什么是机会 什么是时机 什么是低接的买点 跟着1.0买在市场上面 没有人关注的使购 旺系大涨了 很多的家人很开心 尤其跟着1.0 就能够一直的转向去 掌握住涨停板的乐趣 掌握到起涨的位阶 就如同三望的这档标的 日K线级别形成多缺不补 多方续扬 亮说拉回来跟上1.0买点的布局 甚至像是中华化 低点越定越高 操作反市场 亮说拉回来跟上1.0买点的切入 甚至像是国桥 周K线级别低档单水打桩 亮说拉回来跟上1.0切入的机会 所以盛达今天再创新高 再创新高它代表什么 代表说接下来的买点1.0 却能够掌握到 甚至像是致远1.0在10月28号 帮大家起涨的掌握 帮大家掌握到它起涨的位阶 就能够掌握它最好赚的价差操作空间 外事之够跟着1.0 一档接着一档股票赚 年底之星行情来了 赚钱比速度 抢快做对你就能够赢 重点是感恩有你感谢大家 限额888的专案加码在正88天 最后最后的名额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清代索码标股一档填表就送给大家 专属限定名额有限 手脚一定要快 所以让我用最短的时间 帮你创造出最大的利润空间 例如宝林附景 例如华星光 我们在起涨之余 带你卡位 带你大赚最好赚的价差幅度 所以年底逆转圣 这一档标的不要再错过了 当你错过了保林附景 当你错过了华星光之外 这一档标的 W底成型 对称满足的上涨幅度相当于三成 起涨的时候1.0带你提前卡位 起涨前1.0带你提前布局 都在今天的小老鼠OK1728 小老鼠OK1728 最后也预祝我们所有的投资朋友 操作顺利赞大钱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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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